英女王生前一锤定音,替卡米拉加冕扫清障碍,为了王室委屈求全 查尔斯国王当了70多年王主,终于等到了继位的机会,但是却永远失去了知爱的母亲 伊丽莎白女王宣布永不退位,并非是不愿意放权,而是想一直为儿子保驾护航 英国女王生前就一锤定音,替卡米拉加冕扫清最后的障碍,为了整个王室选择委屈求全 伊丽莎白女王值得尊敬,一生都把责任和义务放在首位,为了王室利用甘愿牺牲自己 女王生前就料想到,以后卡米拉的身份无比尴尬,声讨声和谩骂声会不绝于耳 这对婆媳多有摩擦,当年女王根本看不上卡米拉,认为她情感生活丰富,没有资格当英国王楚飞 王室专家凯瑟琳·佩平斯特认为,之所以卡米拉可以册封为王后,伊丽莎白女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前就做好了铺垫,并非是为了卡米拉,而是为了巩固查尔斯的统治 本世纪初期,卡米拉嫁入王室时,身份只是半妃,并且承诺以后不会封后 如今过去了17年,互联网果然没有记忆,查尔斯居然要把后卫拱手送上 信仰的捍卫者,英国君主制和下一次加冕,一输爆料,卡米拉丰厚名正严顺,已经得到了女王的认可 伊丽莎白二世出席白金喜年庆典时,专门发布声明扫清了障碍 声明肯定了卡米拉的付出,并且指出她有丰厚的资格 伊丽莎白女王生前就做好了部署和安排,就是希望能够平息矛盾 外界不要迁怒于查尔斯,女王认为卡米拉拥有忠诚和爱 一直以来态度也很谦卑,是王后最合适的人选 如果查尔斯继位,卡米拉可以充当贤内助的角色,并肩携手为民众服务 显然女王的发言水分不少,表面上肯定卡米拉的付出,内心深处却是不情不愿 卡米拉是查尔斯的初恋,当年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却被女王一口回绝 王室专家佩平斯特女士也表示,伊丽莎白女王委屈求全 为卡米拉封后扑平道路,其实都是为了查尔斯 关于卡米拉的头衔,民间流传着好几个版本,最终被伊丽莎白女王一锤定音 按照当年结婚时克拉伦斯公的声明,卡米拉只是半妃 没有资格称之为威尔士王妃,今后也不会封后 最终王室却出而反而,甚至女王都支持卡米拉加冕,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 明年卡米拉确定封后,将会跟查尔斯国王一起加冕 即使早就有思想准备,但还是给英国王室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查尔斯也是典型的恋爱脑,为了迎娶心爱的卡米拉,不惜让整个英国王室陪葬 96岁的女王一锤定音,决定接纳卡米拉,作为婆婆不喜欢这个儿媳 作为君主,必须鼎力支持 伊丽莎白女王委屈求全,为了儿子和王室,必须在生前就表明态度 加冕仪式将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坎特伯雷大主教主亲自主持 更多细节以后会慢慢曝光 当年女王加冕时间13个小时,查尔斯不喜欢铺张浪费,将会大规模缩减加冕开支 预计只有90分钟左右,宾客人数也会有所减少,坚决杜绝铺张浪费 查尔斯要建立一个更加现代化的王室 此举也是为了跟民众拉近距离,为自己树立亲民的形象 不少网友还是气愤不已,认为卡米拉得不配位,根本没有资格策封为王后 伊丽莎白女王英明仪式,没想到还是被儿子拖累 不得不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 卡米拉当年已经结婚生子,还是跟查尔斯保持不清不楚的关系 间接造成了戴安娜的悲剧极局 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女人,却要被尊称为英国王后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鸡 女王是个有智慧的君主,但却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从小扮演了严母的角色,对查尔斯高标准言要求 形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 查尔斯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只有跟卡米拉在一起时 才轻松惬意,弥补了童年缺失的母爱 卡米拉细心温柔情商高,能够无微不至照顾查尔斯的情绪 这一点对王子有致命的吸引 无论如何,卡米拉即将封后 她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第三者 会给民众带来积极的影响吗? 有母仪天下的资格吗?